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每次听到你 总是大风起 每次看到你 却又惊累起 长夜落日山河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你在缥缈云里花里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 唱歌一曲 寂寞 来 写妹 大哥 多日不见 怎么今天想起小妹来了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提着狄公为女为虚仪限令 正是 今日不宜上任 就忙了个不宜乐乎 好 写妹 李大人那封密信 你能背得下来吗 怎么忽然为起这个 敌公要惩治扬州的贪官 他要我们将密信中 涉及受惠官吏的所有内容 抄写下来 交到他的手中 太好了 我早就等着这一天哪 那封密信我看过很多遍 能够背得下来 好极了 鲜妹你说我写 嗯 催量 白银五十万两 早上 还好 啊 不要 滚儿 老板 立刻起码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 对了 小二哥 我来了几位朋友 要住在你的殿里 你帮我开几间上班 好嘞 华先生 华先生 应该叫您敌大人 叫什么都一样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我想求您 你我之间何用这个囚字 说吧 什么事 您是不是准备攻打卧虎庄 你怎么知道的 直觉 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 是的 这件事说起来 其实若不是为了小青 我是不会来的 你是想和我说 葛天坝的事情 对吧 您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专场 说吧 你想要我怎么样 大人 能不能求您 对葛天坝网开一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可水生啊 你知道 葛天坝血债累累 罪大恶极 可以说是死有余辜 但是我知道 如果没有小青 我可能将永远的失去你 对于这样的人 我怎么能够拒绝 好吧 我答应你对葛天坝网开一面 真的 但是 他的生死却并不取决于我 哦 那取决于谁 他自己 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如果他能向朝廷投诚 并协助我们抓捕幕后人凶 我敌人杰在此担保 定会对其网开一面 然而 如果他继续负于顽抗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因此我说 他的生死并不取决于我 我懂了大人 我和小青明日就赶回卧虎庄 劝说葛天坝向朝廷投诚 哦 你们现在回去定会打草惊蛇 暴露官军的行动计划 是什么 我看这样了 五日之后 你二人与我同到卧虎庄 你们面见葛天坝 将我的意思对他讲明 而我呢 命官军暂不攻击 等候你们的结果 太好了大人 真是谢谢您 我想到那时大兵压境 他想不投降也不可能了 你很聪明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我将此事告诉小青 嗯去吧 哦 哦 鸡英啊 哦 怎么样 哥老 这就是密信的所有内容 哦 哦 鸡英啊 嗯 非常好啊 你们辛苦了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怎么 又要去勤劳公事啊 笨鸟先飞嘛 鸡英脑筋愚钝 还是勤进些好 至少不会耽误公事 鸡英啊 你不笨 你的脑筋好使得很啊 啊 谢谢格老夸奖 那我就先去了 真的 真的 大人已经答应了 只要你爹弃暗投名 他就网开一面 可是如果我爹不愿意投降 那该怎么办呢 放心吧 你爹是个萧雄 很识识务 五日后 官军大兵压境 他一定会乖乖投降 对呀 还是你了解我爹 水生 谢谢你 好 毅大人 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真心想帮助 嗯 毅大人真是个好人 哎 老天爷 求你保佑 这几天不要再出什么事情了 宗主 葛天坝率我武中全体头目 恭迎宗主 恭迎宗主 葛庄主免礼 众位免礼 谢宗主 谢宗主 葛庄主 从北沟大仓运出的近万诞食盐 在卧虎庄附近被劫 这是怎么回事啊 唯宗主 大顿船在飞云谱内被人劫持 船上的人全部遇难 食盐也被抢走了 而今属下一派人前往调查 有什么结果吗 日前接到回报 结传者似乎是以庞寺为首的盐宵 盐宵 盐宵 盐宵干劫卧虎庄的盐传 这可真是天下奇闻 是 是属下疏于防范 盐宗主 最近本尊听说你对铁手团颇有威慈 这话是谁说的 宗主 属下绝无此念 是 是 几万诞官员 价值二十几万两白银 这 可是比不小的数目 请宗主放心 属下定当尽快查明真相 哼 说的好 铁手团 有葛庄主这样忠心耿耿的下属 还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 是 雇用盐宵 抢劫盾传 私捷官府 侵吞公盐 杀人灭口 这一桩桩 一件件 都是精心策划 用心良苦 葛庄主 你 可真是个人才啊 宗主说什么 属下不明白 不明白 好啊 我会让你明白的 来 走 认识她吗 认识她是卧虎庄的头目邓通 等通啊 你说一说吧 大哥 别怪小弟 是你不仁在先 小弟 这才不易 说 宗主 数日前的一个晚上 我在葛天坝的房外 听到了他与葛镖的对话 是他 命盐宵结了大盾船上的盐 而且他还给盐宵提供车辆 将上万诞事业愿望虚移 然后 交到了官府的身上 然后 尽刀杀人 将盐宵 杀死灭口 这一切都是小的亲眼所见 这狗贼给我出口 怎么 葛庄主 恼羞成怒啊 宗主 等通应与小语的婚事不成 因此对属下心怀怨恨 他这是血口喷人 葛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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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葛庄 葛庄 你让你的管家葛庄 你让你的管家葛庄 给你的新朋友文清送信 你们的盐 是不是已经收到了 是不是 已经把๬修杀死命 可你没有想到 我派人在半路截杀了葛庄 得到了这封信 这可是你的亲笔信哪 何庄主 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不错 这一切都是老子做的 你想怎么样吧 要付出代价 在老子的地盘上 你才要付出代价 弟兄们 动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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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武器者 以盖免死 好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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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极了 我武装是你的地板 可现在我们要接手 因此还需要葛庄主帮忙 这就是你现在还能喘气的原因 今日我的人就要接受武装的一切 而你要做的 就是协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情 对于你来说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 记住 做得好就能活命 做得好 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付 还不把葛庄主放下来 是 雕卿郎臣 在 你二人持我铁手令立刻出发 前往各地召集各堂口的弟兄 到卧虎庄集合 务必于三日内赶到 是 会接到虚仪快报 敌人节很快就会来到这里 因此我们也要尽早做好准备 曾大人 我们现在已经出了虚仙境吧 正是 传令将楼船停靠在岸 是 但这太美了 还钱 幽巴 优优独买 了 好 水山 这剑真漂亮 这剑是哪来的 是狄大人给我的 说是我的东西 你从前一定是厉害的家伙 虽然我还想不起 真正的我究竟是什么样子 做过什么 但我隐隐感觉到 那个我一定是非常麻烦的人 小青 你说的有些道理 忘记从前 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傻家伙 现在知道我说的对吧 太厉害了 娘 快 他 来 二兄 师妹 怎么样 找到敌人杰了吗 他在后园第一进院中居住 你有什么发现 我看见了李元芳 什么 你是说李元芳 正是 可我在运河上 亲眼看到他与客船 一起被烧成了灰烬 怎么可能没有死呢 师妹 你看清楚了 决定没错 就是他 最为奇怪的是 我的孪生妹妹小青 竟然和李元芳在一起 什么 这 真是让我白思过的奇迹 你妹妹和她在一起 难怪今天早晨 电火机认错了人 小青 怎么会和李元芳混在一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师兄 你先回客栈 我再去探查一番 一定要小心哪 嗯 姐姐 先把门关上 姐姐 我想死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我是听通局客栈的伙计说起的 哦 是这样 小青 小青啊 嗯 刚刚我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他是谁啊 他是水生 水生 嗯 他可是个可怜人 是我从运河中将他救起来的 当时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醒来的时候 以前的事情全部都忘了 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水生这个名字 还是我给他起的 哦 是这样 看起来 你喜欢水生是吗 嗯 那他呢 他喜欢你吗 我 我也不知道 也许吧 姐姐 你别问了 好了好了 我不问你了 小青啊 你跟水生 为什么要来虚移 姐姐 你还不知道吧 爹 闯下大祸了 什么大祸 他倾吞了铁手团 运到卧虎庄的私盐 现在 又让朝廷给盯上了 盐真的是他派人去劫的 正是 他觉得上风铁手团 每年分给他的钱太少 因此 他决定把这批盐留下 自己捞一票 爹真是太糊涂 谁说不是啊 小青 你把最近发生的事情 跟姐姐详详细细地说一遍 嗯 嗯 小青 你没事吧 嗯 没事 师生 你在和谁说话 嗯 我在自言自语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姐姐 你为什么要来虚移啊 哦 我和几位朋友来办点事情 哦 小青啊 明天早上 你到通渠客栈的天字一号房 来找我 咱们姐妹两个 再好好聊一聊 好 记住 不能告诉别人 姐姐 你为什么总是神神秘秘的 姐姐办的是秘密的事情 所以啊 不能让别人知道 嗯 嗯 看起来 那个水生还挺在意你的 他对我非常好 嗯 好了 姐姐要先回去了 记住明天早上到通渠客栈 嗯 哎呀 师妹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一直提心吊胆呢 大师兄 我想到了一个一箭双雕之计 什么一箭双雕之计啊 借了原方之手 除掉敌人节 哦 哦 这能行吗 太危险了 而且 宗主明令 我们此次行动 只是探查敌人节的行踪 不可惊举妄动啊 宗主宗主 你就知道宗主 他有什么了不起 还不是没有礼拜在敌人节手中 别让暴冲他们听见 坐 大师兄 你还没看出来 宗主早就不信任你我了 这次 他派暴冲 焦刚和后强来 就是为了监视你我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们必须要做出几件大事来 否则 日后在铁手团 就根本无法立足 别说宗主更加不信任我们 就连暴冲 宗主宗 焦刚这群萧小 也会将你我踩在脚下 所以 这次 我们一定要博上一步 只要能杀了敌人节和李元芳 所有的人 都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有道理 说吧 你想怎么做 大师兄 你在丹炉中变成的那种 吃下之后 能假死必弃的药丸 还有吗 你说的是丧魂丹 嗯 嗯 一切全在明日 这个计划 要告诉爆珠他们吗 前半部分不要提及 只要最后 要他们协助你我 除掉李元芳 好 哎哟 哎哟 姑娘 您来了 嗯 您那几位朋友还没起呢 哦 我知道 嗯 芸姑 这么早就出去了 哦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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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你没有告诉别人你来这儿吧 没有啊 现在还早 他们都还没起来呢 那就好 姐姐 我头好晕 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小心 你先睡一会儿 姐姐出去办点事 好 大人您是现在堂外说有要事回禀 请他进来 是 妾身见过大人 夫人不必多礼 谢大人 不知夫人有何紧急之事要面见本阁呀 大人 有许多事情 妾身一直藏在心中未敢演讲 然昨夜妾身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想起王府李汉之死 想起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 妾身不能再沉默了 这才下定决心前来面见大人 道出事情的原委 究竟有什么事情 让夫人让夫人如此难遇其耻啊 此事千头万绪 真的不知该怎样讲 不要着急 慢慢地讲 那 我就从迎兵役 此事我与原方和鲁大哥见面说起吧 小清姑娘 这么早啊 鲁大人啊 你要出去啊 哦 做了这个七品芝麻官 就要到县衙去判施啊 您慢走 那儿呢 那件事我来安排 嗯 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卧虎庄了 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吧 嗯 好 我知道 嗯 就这么定了 小清姑娘来了 小清 这么早就出去了 我到园子里转着 隋生 有几句话 我想单独和你说一说 哦 你们说话我先回房里去了 小清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啊 好像哪儿有些不大对劲啊 水生 我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什么预感 我觉得 我觉得狄大人不会放过我 你这儿什么意思 他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我的 你胡说什么 真是疑心生暗鬼 昨天我把狄大人说的话 都对你讲过了 你想一想 他对你爹都能网开一面 怎么可能要除掉你呢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无凭无据胡乱猜疑 这岂不是辜负了狄大人的一片真心啊 刚刚我经过狄大人的房间 听到了他和他手下说话 他都说了什么 他说 小清是葛天霸之女 留在身边早晚是个祸害 你爹要下手除去 但是 千万不能让原方知道 不可能 我不相信 我亲耳听到的还会有假 我还是不信 我去问问大人 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说的情况很重要 放心吧 夫人 我一定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欢礼郎中一个公道 谢大人做主 夫人请起 那妾身就告辞了 好 张怀在 大人 去将狄春叫来 是 特别大人 金城 非礼忾 不本来 肯定会问大学 非礼忽 他会有惸心的 借了 不许法 你别人 赴钱 千霸妄开一面 真的 老爷 你叫我 李淳大 你把这个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事关者大 绝不可玩乎懈怠 您放心吧 一有消息 马上飞鸽传书向我禀告 是 李将军 大人在吗 正在和狄川说话 您记住 此事要严加保密 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事必之后立即返回 老爷放心 李将军 要出去啊 是 出去办点事 李将军 那我先走了 睡生 大人 有事吗 没什么 我只是路过 告辞 哦 好 天下 不是 想一起去 怎么回事 姐姐 姐姐 好 李将军 还是叫我水生吧 是 大人在吗 大人傍晚时分出去了 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我过一会再来 好 小青 我有话对你说 小青 你睡了吗 小青 水生 小青出去了 你不知道吗 出去了 到哪去了 一个时辰前我在院头和他看 他说狄大人要他到运河捕头见面 运河捕头 他为什么不叫上我一起去 这 我就不知道了 他可能没找到你吧 不好 走 我好 啊 我好 走 我好 快点 我好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